多或少會被當作廢棄物 傳說中的水 是獨溝還是獨溝 是獨溝 是獨溝 吃別人的糧要出鏡 是飯盒 現在在朋友家拍攝《已讀不回谷》 這集是說羅蘭巴特 當然沒有人理我 所有人都理一隻貓 這就是網絡時代推廣文學的真相 真的有意義的東西 沒有人理 嚇壞了 其實吃別人的飯盒是要過人大法 這個是比較欣勤的男主 希望這隻貓可以從此成為明星和要前書 其實每期的《已讀不回》都是 本來我是跟製作的 這集就要自己出鏡 自己寫稿 當然大家知道我的衣服是自己襯的 非常出雷不碎 所以通常裝美的就不用讀書 讀書的就不用出鏡 出鏡的就要裝美 但要早睡 本人就要有寫稿 又夜睡 又寫稿又夜睡 大概一千字就過半小時 《已讀不回》的 《已讀不回》的時間是 我想三至五回 所以是 真的要做一個 比較高質素的 娛樂的 文化節目 要花很多力氣 我現在明白了以前的前輩有多辛苦 而你做那麼多東西 很緊張 最重要的失戀 不要讓我看中 你們只想聽失戀的部分 戀人 那我是否要因爲羅蘭巴德 而考慮原諒的拒絕應用 勁、溫柔、遞得想 冰雪聰明、善解人意 竟然吃螺絲 來個 夜的遲早將對方和住 苦摸塌塌 輕輕地觸摸塌塌 我沉面 由於對方是無法歸類的 他也就動員了 如意 人們無法探望他對方 哈哈哈哈哈哈 你老叫擋 甚至 任何修飾語用在他身上都顯得 話說是非常難寫的 因為我開始想寫自己喜歡的書 會快一點 但其實你喜歡的書會用心寫 所以寫很久 所以一篇文是寫三至五倍的 然後三至五倍時間 然後捉得很厲害 自己捉人就沒有捉得那麼厲害 捉自己最厲害 然後不在這個過程中 但我覺得始終想介紹都是 介紹自己喜歡看的書 開心點 揮手沒有捉到 所以可以盡情地在鏡頭前發洩我的花痴 這個好像成為了拍博頻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還有想看那個intensity 我想我經常拍攝都不如說我很快 為什麼不快 為什麼想說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香港文化應該快 他應該是有很多東西用出來 然後你一次覺得不夠 要多聽幾次 我直到是想做的 所以希望 不知道啊 那希望多些人看 雖然我怎樣都不會 很青年 還有SIRINI多人看的了 唉 真是 失敗 不知悲的女生 好悲慘